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接着讲后面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讲request这部分的小技巧这部分内容 等我们把request小技巧这部分讲完之后 当前request这个模块就相当于学习完了 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第一个方法 叫request.utility.dict from cookie.ar 讲这个方法之前 大家想象一下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前面一直说 对方服务器在我们请求对方的网站之后 对方服务器会在我们本地测试cookie 对吧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放送一个请求 是不是只能得到一个response 那所以说cookie肯定是在这个response里面的 对不对 它不会在别的地方 那我们如果获取到这个cookie 获取这个cookie有这样一个属性 比如说我们先imput了一下request 然后我们用一个response来接受一下 对于request.get 比如我们请一下百度 那我们response它里面就有一个属性叫cookies 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请求这个百度网站 对方服务器 这是在我们本地的cookie 这cookie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肩括扩起来的 这是什么呀 这是不是就是对象呀 这是一个对象 然后对象里面包含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cookie 对不对 但是我们不认识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相当于是要把这样一个request cookie.gar这样一个对象呢 转换成我们常见的这种字典 对不对 那就是可以用一下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方法 dict from cookie.gar 把cookie.gar呢 转换成一个字典 那我们可以来尝试一下request.get 它在utility提供了这样一个方法 dict from cookie.gar 然后呢我们把刚刚的response的cookies 放进去 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果 就这样一个字典 为什么这个字典呢 因为我们调用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转换成一个字典 对不对 把cookie.gar转换成一个字典 对吧 然后这是name 这是value 什么name什么value啊 是不是我们的cookie的name cookie的value啊 现在呢我们再去看一下 刚刚我们不认识的那个cookie.gar那个对象 在我们打印出来的时候 大家其实可以大致看出来 这里有个方块 方块里面呢有一个cookie 大写的c 好像是一个类对不对 然后有个括号 括号是什么意思呢 括号的意思就是它传到一些参数进去 对不对 然后里面呢是不是有name这个键啊 value这个键对不对 name对于呢只能是它 value对于呢只是它 那放到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建设队的形式了呀 那当前呢 对方服务器指望我们response里面 设立了一条cookie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拿到这个cookie.gar里面呢 就只有一个cookie 那如果说对方服务器 我们本地生成了非常多的cookie 那我们得到这个字典呢就多个建设队 可以理解吗 就会有多个建设队 那么往往呢我们在流卖器里面看到的这 这个地方 比如说在流卖器里面看到这里呢 有一堆的cookie 对吧 它放到请求的时候带的cookie 这里有一堆对不对 那这堆cookie呢并不是 对方服务器一次性都收到我们本地的 它有可能是通过多次分别来设置的 也有可能是一次性来设置的 那比如说它可能在请求 在请求百度网址A的手来 它给设置了第一条 在请求百度网址B的手来 设置第二条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地方 只有一条cookie也是非常正常的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使用 request的utility 叫dict from cookie-ar 转化成 把cookie-ar这样对象呢 转化成我们Python的一个字点 那么对应的 那大家可以想到 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能够把一个字点 转化成cookie-ar这样的对象呢 肯定会有对不对 也是在request里面 那大家可以猜一下 这个方法叫什么呀 cookie-ar from dict 对不对 那么呢 我们把它放进去就好了 放进去 是不是就这个样子的呀 样子看起来和之前一样 只不过呢 刚刚我们放到这个字点呢 只有name和value 所以会导致什么呢 导致有很多信息 它是有缺失的 比如说这个domain 对吧 大家看一下下面这个domain 下面这个domain 下面也是对方服务设置的 这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cookie 把信息有百多点看了 但在这里呢 我们给它传出这样一个字点 只有name跟value 其他信息都是没有的 所以它肯定是 没有其他一些信息的 对吧 这个方法呢 可能用的并不是特别多 但是呢 也需要知道它有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呢 这个方法呢 是和下面digit from cookie 它是互利的一个方法 那么在request的utility里面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个方法 用来会非常多 什么方法呢 我们比如说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切吧 我们看到这个ur记者呢 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他为什么没有对它进行ur记者编码呢 有很多时候呢 我们之前是不是也试过 我们把这个中文放到我们代码里面去 它是不是就经过ur记者编码了呀 而且很多时候呢 我们拿到了一个代码 本身呢 就是经过ur记者编码了 对不对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呢 ur 编码 所以说呢 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百度上面呢 或者网上面有很多工具 它能够帮助我们进行ur记者编解码 对不对 是不是有很多这种工具啊 为什么没有编码 因为它前面少htt发现 是吧 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也没有哈 放弃了哈 我们手动的再来对它进行一下编码 对不对 编码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把里面的这样的一些冒号 还有这种问号 是不是都编码过来啊 问号冒号 对被它编码 对不对 然后这样的编码之后 内容呢 我们要知道的事情是 一旦看到ur记者里面一百分号 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ur记者解码 对不对 在这些工具里面 我们确实能够非常容易的对它进行解码 那如果有一天 我们希望在代码里面的对它进行解码 该怎么解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寻找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request的这样 utility 提供的这个叫做unquote的这个方法 unquote的这个方法呢 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ur记者的解码 那这个大家需要注意的 它解码是起来ur记者的那种编码 我们回车看一下 是不是就变成之前的样子了呀 变成之前这个样子 那这个时候肯定有同学想 那肯定也是有另外一个方法 能够帮助我们进行ur记者编码的 对不对 我们unquote的进行解码 那么quote是不是就是编码了 对不对 也是一样的 ur记者体 对 quote 然后我们把这段内容放进去 是不是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呀 这个样子呢 和前面这个样子好像以前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会发现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 它好像帮我们的这样一个斜线 都给编码了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呢 它只是帮这个冒号 问号 还有中文字符进行编码了 对吧 但是没有关系 因为后续呢 我们看到ur记者有编码的时候呢 我们都反正是可以使用unquote 对它进行解码的 解码之后呢 我们看到里面的内容 那么编码的话呢 我们往往用的并不是特别多 因为我们知道 就算这个ur记者里面有中文 我们发送对它发送请求 我们也是可以请求成功的 对不对 这是关于这样一个小的方法 那么学完这个小方法之后呢 我们后面呢 还有一些其他的小的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么 这个呢 就是关于 请求SS证书验证 这块内容 什么叫SS证书验证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网址 1236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大家之前应该也是 见过 对不对 上过 然后呢 这个情况呢 大家在平时上一些 不正规网站的时候呢 应该也是遇到过 对吧 那么 比如说 大家后续想要爬一些 这种网站的时候 对吧 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知道在流卖器里面 我们来请求 会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HTTPs的请求 HTTPs呢 就有个SSS 它是有个证书的 但是这个证书的话呢 它是需要我们 从权威机构去购买的 然后需要经过 权威机构认证的 但是1236这个证书呢 它就是没有花钱购买 所以没有经过权威机构认证 所以在Chrome里面呢 它就会把它判断为一个 不是私密链接 或者说 这不是一个安全的证书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弹出这样一个框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 当我们点高级 也可以点击继续前往 对吧 这个大家应该是 都知道了 对不对 那现在就有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在流卖器里面 请求这个网址 它会传出来这个窗口 那我们在我们的代码里面 请求这个网址 会怎么样呢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Request 叫Get 把它传进去 回车 什么电话就包错了呀 SSL Error SSL错误 对吧 看最后一个 Certificate Verify Failed Certificate是什么意思呀 证书 Verify验证 Failed失败 证书验证失败 对不对 就刚刚所说的 这个网站 它的SSL证书呢 有问题 对吧 所以会报这样一个bug 对吧 报这样一个错误 那是我们知道 0.7里面其实它是可以访问的 只不过会有一些安全隐患而已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要教大家另外一个方法 让我们在代码里面呢 能够忽视这个证书 带来的问题 那这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可以添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叫Verify 那等于Force就可以了 那这个球呢 可能同学可以明白 那默认情况下 Verify是等于什么的呀 等于处 对不对 默认情况下 这个证书呢 可能是要验证的 Verify就是验证的意思 对吧 所以说呢 默认情况下 这里呢 我们请求它就报错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添加一个参数 叫Verify 等于Force 就可以让它不再去验证这个证书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得到一个Response 200 正常响应呢 但是在响应之前呢 还有这样一串内容 这串内容呢 大家可能在之前写代码的时候呢 也遇到过 这是一个警告 对不对 当然呢 它只是一个警告 只是一个Warning 告诉我们呢 当前这个地方呢 可能有些问题 但是呢 它并不影响 我们程序呢 正常往后执行 所以后续呢 大家如果再遇到这种Warning的话呢 就不用管它 它是 一个警告而已 并不影响代码执行 下面的结果呢 也是正常拿到的 看见了吧 所以这是 帮助我们呢 处理SSO证书错误的 这种方法 我们添加一个Verify 这个参数就好了 那么在前面的时候呢 我们也讲过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设置超时参数 对吧 什么时候要设置超时参数呢 大家想象一下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平时在上网的时候呢 经常能够遇到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我们打开一个网 打开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呢 可能由于当前呢 这个网速不是特别好 它转转转 转到半天还没有交代出来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不手动去点的话呢 可能我们在那里等 得等好长时间 对吧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说在我们的代码里面 由于网络的波动 我们请求1000个地址 可能其中有一个 或者两个地址呢 也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在那请求了半天 没有成功 那么正常情况下 我们请一个地址 假设一秒钟就能返回响应 那么当前这个URL记者 由于网络波动呢 它可能10秒钟 20秒钟还没有响应 那后面的URL记者呢 都在那等着 对不对 这是不是会给我们整个程序 让它速度降下来呀 但是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因为我们不希望 因为一个 或者两个URL记者 它的请求速度比较慢 而导致我们整个程序比较慢 对不对 我们希望我们的程序 尽快的有响应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超时参数 添加一个超时参数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强制要求每一个URL记者 都是在这个时间内返回响应 如果它在这个时间内返回响应 它正常往下走 如果它在这个时间 还没有返回响应 那么它就会报错 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在客县上这个地方 我添加一个timeout等于10对吧 表示我请求这个URL记者 给它最大10秒钟的时间 让它去返回响应 如果10秒钟之内 它返回响应的 程序接着往后走 如果超过10秒 它还没有返回响应 那整个程序呢 会在这里报错 其实我们超时了 理解吗 就可以相当于添加一个参数 强行的保证我们每个请求 不会花太多的时间 能理解吗 这个地方 但是这里呢 大家也可以注意到一点 什么呢 就是我们添加一个超时参数 确实可以让我们把这个URL记者呢 它能够更快的响应 要么响应一个正常的东西 要么报错对吧 但是程序会报错呀 对吧 那程序报错了 我们该怎么办呀 程序报错了 我们该怎么办 是不是应该捕获一下这个异常呀 所以我们应该使用 TryExcept对不对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到 这里我们添加超时参数 可能会有异常对不对 那么等一下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该怎么用 那么除了这一点会报错之外呢 前面我们是不是也讲过 Assert它的用法呀 AssertResponse的Stickle等于200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可能会报错呀 我们请求对方的网站 这状态码可能不一定是200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报错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样子呀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写这样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干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我们后续写盘数的时候呢 我们有非常多的时候呢 都是在发送请求 获取响应 发送请求获取响应 对吧 那其实呢 发送请求获取响应这个事情呢 我们完全可以独立出来 做一个方法 我们可以在这里新建一个P1文件 在这里定一个方法 定一个方法干什么呢 定一个发送请求获取响应的这样一个方法 那后续呢 在任何其他地方 需要发送请求获取响应的时候呢 我们都在调用一下这个方法就完事了 我们不用频繁地去写什么ParsUR ParsUR这种函数了 对不对 就在这个地方了 ParsUR 定一个这样一个文件 那在这里呢 我们定一个ParsUR 那大家看一下 我这样写有问题吗 我这样写有问题吗 是不是会有问题啊 这有什么问题啊 我们是不是在 比如说我想在这个01摆动里面 导入一下这里面的ParsUR这个方法 我能导入吗 为什么不能呀 比如说我在这里 from02Pars 就可以这样写吗 看到颜色都不对 对不对 是不是不可以啊 所以说在这里呢 我们定型这样一个名字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名字可能 改得更好一些 可能更合适一点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变量呢 它是不能以数字开头的 对不对 字母数字下滑线 数字不能开头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在这里要导入 一个ParsUR 内容的时候呢 也是一样 不应该在这里写一个数字 而且我们很少在看别人写的代码的时候呢 很少看别人写的代码 这里写个012在前面 对吧 我们在这里上课呢 只是在这里 区别一下023 所以加个012在后面 所以这里呢 大家也需要注意 我们在这里定义这样一个ParsUR 这样一个方法 在里面写个ParsUR 那么这里呢 我们放个URL地址进来 那这里呢 我们import了一下request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request.getURL地址 然后也是一样的Headers 对于Headers 然后呢 再加个Timeout 对不对 Timeout对于3 那Headers没有 那我们就定一个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之前摆脱翻译 摆脱翻译 这个是手机版的 找个电脑版的 找个URL地址过来 用一下 Response等于它对吧 然后returnResponse 加 content 加dcode 那这个是 这个函数呢 我们就相对写好了 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往往还要判断这个请求是否成功了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在那里 assertResponse 这儿stelecode 等等于200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做这个事情啊 那么这里呢 这个地方会报错 那这个地方呢 也会报错 对不对 这两个地方是不是都可能 都有可能会报错呀 那既然都有可能会报错 我们应该代码里面 tryaccept 对不对 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调用 发送请求这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把它导入过来了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调用了pass url这个方法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写一个try 这是不是会让整个代码看见不好看呀 我们这里写个try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又写了一个sept 是不是不好看呀 我们实现主要逻辑 我们主要逻辑呢 不要写了这个样子的 对吧 那可以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重新的定义一个函数 我们把这个函数来定义为 加个下滑线 然后我们再重新定义一个pass url 然后在这个pass url里面呢 调用一下刚刚定义的那个pass url 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那么在这里我们写个try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来做呀 那我们可以使用htmstr来接受一下 对于pass url 把url里传进来 我们except 那htmstr 等于nans 我们return一下htmstr 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呀 这样我们就相当于到时候 我们真正调用的 其实还是调用pass url这个方法 那只不过呢 我在它里面实际能try accept 进行异常捕获 当它报错的时候 我们让这个网易的hmr字符上是nan值 对不对 所以下面呢 我们相当于这个地方呢 就写完了 那我们可以来写一个地址 比如说就写个百度吧 来测试一下我们的方法 是不是可行的 那pass url 对吧 那把url传进去 我们打印下它 跑一下程序 是不是就是nan值呀 用一 timeout写错了对吧 timeout 重新跑一下程序 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结果就是有的 对不对 结果是有的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象一下 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说有一天 我们这个url记址写错了 或者说我们真的超时了 或者说我们这段码真的不等于200 就是有一天我们pass url会报错 对吧 比如说我们模拟一下 它报错的情况 我们把url记址写成这个样子的 写成这个样子的url记址 它是不是会报错呀 在这个地方 报错的话呢 就是nan值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它由于网络波动 它不可避免的 它可能这个请求的时间比较久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要请求一万个url记址 难免其中有一个或者两个 就是请求时间比较久 这是可以理解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难道我们基本上应该让它吃个难值 我们正常情况应该该做什么呀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我们平时上网 我们发现这个网站打了半天打不开 我们会怎么样呀 是不是刷新一下呀 那我们在代码里面能不能也是一样的 刷新一下呢 所谓的刷新一下是干什么呀 就是重新请求 对不对 那我们在代码里面能不能让它重新请求一下呢 对吧 也是可以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学习另外一个python提供的模块 叫做retry retry这个模块非常简单 它是一个第三方模块 所以我们需要pipe install retry 然后呢 这个模块呢 就是能够帮助我们进行一些尝试和重新的效果 pipe install就可以了 那么说这个pipe install呢 大家之前老师给大家讲过 如何来安装这些模块吗 有讲过如何安装模块吗 比如说我们一个模块 第三方模块 我们要安装它怎么安装 有哪些方法可以安装 pipe install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还有别的方法吗 下来这个压缩包 下来之后呢 下来之后解压 解压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问题呢 之前 我给同学 有个同学他装一模块装不上 我说你下来圆码装一下 他说他不会装 对吧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圆码要怎么安装 这个圆码里面呢 一般都会有一个setup.py这样的文件 当然了 仅限于什么样 仅限于它是一个压缩包的这种格式的圆码的时候 它会里面有一个setup.py这个文件 当有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目录下 使用python执行它 python setup.py 然后instore就可以执行了 听见吧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写到重点里面去 反正大家就忘了 安装第三方模块 我们第一种方式 pip.instore 这个大家都会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 下载圆码 解压 进入 该 解压后的目录 然后呢 使用python set 那一般 一般都会有个setup.py这样的文件 然后加上instore 这样个命令行参数就好了 就可以安装了 那除了这种压缩文件之外呢 还有一个另外一种格式的文件 这种格式呢 可能是什么什么点 whl这种文件 对不对 这种文件 我们也是一样的 它就是一个单个文件 文件 安装 方法 也是使用pip.instore就好了 然后呢 把这个文件 放到后面去就可以了 那这个呢 大家也可以来自己来查一下资料 但是我们经常会 很少会遇到这种东西 但是它的安装方法呢 也是一样的 是pip.instore 加上这个 slusement.whl 就可以了 就可以装起来了 和之前pip.instore 比如说retry 一样的哈 这个是我们装个名字 那这个是个文件 这个文件呢 它有时候呢 有些模块 它也会放到这个位置 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就可以这样装了 如果它是一个压缩文件的话呢 它里面会有个tar 会有个setup.py这个文件 我们pandsetup.py就可以安装了 那么刚刚给大家补充的是一个 关于如何来安装这个模块 这样一个方法 那大家熟悉 知道就可以了 那后续的话呢 就可以知道 它是有这种方法 可以来做这个事情的 并不是没有 并不是只有pip.instore 特别是当我们pip.instore 装过上的时候 我们来可以试一下 刚刚所说的这个方法 那么回到刚刚的 我们这个retry模块上面来 当我们安装之后呢 我们 它提供了这样一个 retry这样一个方法 那么retry这个方法 首先呢 它是以装饰器的方式来用的 那装饰器的方式呢 它就会来装饰一个函数 比如说我们用的最多的是 stop mask attempt number 这是什么呢 这是 比如说这里写的一个7 表什么意思呢 表示下面被装饰的函数呢 最大可以报错7次 如果7次它连续都报错的话呢 这个程度就报错 如果它报错一次之后 比如说第一次报错了 报错之后呢 它会重新再来执行 这样一个函数 再执行再报错 再执行一次 一共会执行7次 7次都报错 整个程序再报错 否则的话呢 它程序会往下走 能理解吗 这就是retry这个模块 retry这个模块 提供了retry这个方法 通过装饰器的方式来使用 那下面呢 我们可以来装一下它 那比如说呢 我们可以来 pip in store 对不对 对不对 retry 写错了哈 re 已经装过了 那么下面呢 我们直接来用一下 这个地方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 from retry import retry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from retry import retry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装饰的函数是这个 因为在这个里面 它可能会报错 对不对 那么 也是一样的 at 符号 然后retry 然后里面传参数 那可能大家平时呢 用到太少的话呢 可能记不住 那个参数是什么 值得 值得有一个什么stop 一个max 对不对 其他都忘了 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呀 看圆码 对不对 圆码里面肯定是有 它的这个 参数的名字的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好像就是这个 对不对 我们复制一下 它会用就可以了 所以很多时候 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是没有必要 把这些所有东西都记着的 如果你忘了 你可以看圆码 就会完事 那比如说在这里 写个三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下面这个方法 你最大可以报错三次 如果三次全部报错的话呢 整个程序会会报错 那整个程序报错的时候呢 我在这里对你进行一下 异常补破 是不是 这个时候就完美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象一下 我在这里执行这样一个程序 它是不是不会看到 任何现象呀 我们不会 我们不清楚 这个地方的 ParsUL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 是否真的执行了三次 那如何判断出 它真的执行了三次 还是执行了一次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 打印一串东西出来 就可以了呀 我们看这个东西呢 输出了多少次 比如说我们打印一串新花 如果新花输出了三次 说明确实是 重新执行了三次 对不对 因为正常情况下 这个方法只会执行一次 能理解吗 这个地方 那重新跑一下程序 看一下结果 是不是就有三串新花呀 那说明这个函数呢 确实执行了三次对不对 在最后一次的时候呢 因为报错了 所以我们在那进一张补货 一张补货呢 就是下面这个样子 然后呢 HMRSTR就变成NAN值了 所以打印出来 就是一个NAN值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大家在回头来看一下 这个Retry这个模块 Retry这个方法呢 它做的事情 它为什么可以帮助我们 来实现这样一个 重新三次的这样一个效果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它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它做的事情 应该也是非常简单的 它只需要来进行一下 一场补货就好了 对不对 它补货一次一场 它做个加一 补货两次的 补货了两次 就进行加二 对不对 你是想到什么时候呢 你就想到它比它大的时候 就不再补货了 就让它报错 是不是这样就完事了呀 所以Retry这个模块 做的事情呢 其实就是 对下面这个内容呢 进行一场补货 对不对 是不是就这样就可以了呀 进行一场补货完了之后呢 就可以实现这个 重新尝试的功能了 我们当然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Retry的原码 原码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对它进行的一场补货 那这是关于Retry这个模块 那后续的时候呢 我们在其他代码里面 一旦当我们需要发动请求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调用 ParseUR这个方法了 那当然呢 当前我们写的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它只能发动Post的请求 对不对 那大家可以改一下 对吧 让它能够发动Get的请求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呀 那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我们可以给它加个参数 对不对 Mustle的 然后呢 让它等于Get 什么意思呢 默认情况下 就是发动Get的请求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Mustle传进去 对吧 默认情况下 是不是就发动Get的请求呀 然后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在这里 用Mustle来接收一下 METHOD 那如果说 我调用这个方法 给它传一个Post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就给它发Post的请求 对不对 那发Post的请求 那这个地方 如果Mustle的 等于Post 那应该怎么办 对不对 是不是得写个判断呀 所以说 IfMustle 等于Post 我们这个时候 是不是需要有Post的请求了呀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下面是Else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这样子呀 我们是不是可以 把这个方法 写得更完善一些 比如说 在这个地方 我们Mustle的 等于Post 然后后来 我们既然是Post的请求 那居然肯定还有什么呀 Post的Data 对不对 那Data的默认情况下 是Nanj 然后把Data也传过来 对不对 然后Data在这里接收一下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Request Post 对吧 然后UIL 然后呢 Data 等于Data 对吧 然后Headers 等于Headers 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的 然后Response 来接收一下 然后可以做一下 这样一个简单的 一个封装 对不对 封装完之后呢 相当于我们这个方法 是不是更全面的呀 那可能有同学想 我现在不光 想要Gate请求 还Post请求 我还想干什么呢 我还想使用代理 对吧 还想使用代理呢 接着添加呗 是吧 然后添加Vir 添加Proxy 然后默认情况是空字点 对不对 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判断 如果Proxy是空字点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用它 否则的话就用它 对不对 那么把Proxy传进去 是吧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接着写判断 当Proxy是空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办 当然这个样子 其实我们直接可以把这个Proxy传进去 因为它是个空的 所以代理是不起效果的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可以拿一下 Proxy 可以再做一下这个尝试 对吧 你是不是可以这样做呀 那可能同样在想 我有时候还想请求一下SSL证书 对吧 这SSL证书可能有问题 我们SSL证书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 我们还想让它请求不了 对不对 那这时候可以怎么办呀 你接着添加码 对不对 你想实现任何功能 你都可以在这个地方 把它定义成一个函数 把它写得更完善一些 是不是 都可以做这样一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呢 大家下来可以自己来尝试一下 当然目前来说是没有这个必要的 我们用的时候呢 我们再添加就完事了 那当然我们这样做了之后呢 相当于就是 我们自己做了一个小的方法 那后续在别的地方呢 我们就不用去反复的写 可能就更加省事了 对吧 那么大家下个休息十分钟 我们下个休息十分钟